好来看到了历经15年的台宿家族的豪门恩怨 在老先生辞世之后呢 又爆出来所谓有四房是不是要来增加产的消息之后呢 未来是不是可能大和解 那么台宿企业总裁王文渊呢 他强调6月的时候台宿台化台宿化都会改选总监事 到时候会安排二房的子女进入台宿四保董事会 即使连这个已经这个出家门好多年的王文阳 也可以重返台宿 似乎象征家族恩怨15年来要一笔勾销了 这个曾经被二房子女王文祥形容为看不懂的台宿金人小组 未来很可能出现家族大和解 台宿企业总裁王文渊在接受专访时强调 6月台宿台化台宿化三家将改选总监事 届时将安排二房杨娇子女进入台宿四保董事会 即使是二房长子王文杨也可以重返台宿 这句话化解台宿家族冰冻15年恩双 1995年 王文杨为红粉知己里安妮被逐出台宿 连带二房子女担出台宿权内核心 甚至象征领导班司的台宿亲人小组 家族成员只有王永清三房 就逼给王永在子女独缺二房 直到台宿创办人王永清去年过世 二房多次出击 终于在今年农历年后 由二房长女王桂云为代表 取代三房子女王瑞瑜 几身代表控有台宿四保股权的长根医院董事会担任董事 现在台宿二代舰大阿哥王文渊主动释出善意 宣布二房子女全部都会重返台宿 无疑是台宿家族冰冻十多年后的第一次大和年 接着说我们欧美欧美的国家 这么进步我们应该还是学一下 他们在各方面为什么比我们进步 谈起父亲过世依依不舍 王贵云败故事不否认 已过之未来二房子女重返台宿自保董事会的种种可能性 和三房子女却在台宿相比 二房除了王贵云王文想要起予全部创业 台宿王家在王永庆生前的争议 未来也可能随着王永庆此事全面平坚 中天经文成为方丈正威